很多人說我,甚至整個AI News很不公平 我們都只講共和黨好的,然後專門攻擊民主黨 我們都吹捧保守派,而且刻意的妖魔化自由派 那麼今天為了公平起見,今天的開頭 我就來講一個在Oklahoma州民主黨的議員 提出來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法案 提出這個法案的人叫做Forest Bennett 提出來的法案序號是HB3129 他在他的推特上面說 這個星期,我提出了HB3129 來確保父親對於他的孩子的經濟責任 將從在母胎內的受精卵開始 如果Oklahoma州要限制女人選擇的權利 那麼我們就應該要確保男人不能隨便逃離他們的責任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法案 這個保護了單親媽媽 而且也喝止了這些不負責任的男人射完就跑 而且也確保了生命是從受精那一刻就開始了 我完全支持這個民主黨政客提出來的保護家庭、保護女人 創造負責任的男人的法案 結果這個法案的提案人自己受不了了 他自己下架了自己的提案 因為他發現了支持生命的人士 就是我們這些pro-life的人 非常支持他的法案 就這個樣子 我難得支持的民主黨提出來的提案 民主黨難得提出來的好的法案 就這個樣子不見了 我是Edan,歡迎回到今天的 AI News 尊重自己就是要從尊重生命開始 我們要做到的事情就是認識我們自己是誰 自己的 identity 更要了解神是怎麼樣看我們的 就像MyID這間公司的名字 定期使用從神秘果萃取精華而成的MyID面膜 這個特殊配方全世界只有這一家公司有 所有的暗窗、皺紋、青春痘、粉刺 全部一網打盡 不只是這個樣子 MyID的創辦人設立這家高檔皮膚公司的目的 就是要呼籲群眾對於人口販賣者的 惡行的警覺性 和對於受害者實質的幫助 這些受害者如果沒有得到醫治 然後幫助重新回到正常的社會生活的話 他們是我們不知道何時何地 或是誰會隨時爆炸的定時炸彈一樣 當你在MyID打Live購買時 使用折扣碼AINews全部大寫 所有的利潤都會拿去幫助這些被摧殘的兒童 也有部分會來幫助AINews 繼續傳播證據的價值觀 不過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這個面膜實在是太好用了 現在使用AINews的折扣碼 還送價值25元的眼膜哦 這樣子會幫助到這些需要幫助的孩子 我們是神的兒女 所行所事要像造我們的父神 還沒有信主的人 我們要以真面目處事做人 不要戴著面具做一個不真實的人 不但要知道自己的性別 還要盡守法則 好,回到我們今天的新聞,OK? 這個Oklahoma的議員的提案 充分地顯示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 民主黨這些人每次講到生命跟墮胎的議題的時候 都是語無倫次,然後沒有經過大腦的腦殘 第二個就是他們明確地顯示 他們完全不了解我們要什麼東西 跟我們相信是什麼 他們自己發出來的推文 就是我剛剛念的那一段 上面說 如果女人不能墮胎的話 那麼男人就要留在女人的身邊來保護這些女人 然後所有的保守派的人就開始轉發他的推文 說好棒,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錯,就是應該要這個樣子 我們男人應該要當負責的男人 我們支持這個法案 他以為我們會跟他們一樣 只為了反對而反對 只會每天創造自己的自我矛盾 只會每天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找嫁吵 只會跟左派一樣 只想要享樂而不想要負責 結果我們沒有 他就自己把法案撤回了 他以為他叫男人負責會讓我們感到很反感 結果沒想到我們完全同意他的法案 因為這個法案保護女人 結果他就說 蛤?你們這些保守派真的願意這麼做啊? 那我不玩了 你們女人自己去死吧 你們懷孕就自己去負責吧 活該! 這個就是所有的左派跟民主黨政治人物在做的事情 這些人以為我們會反對墮胎 是因為我們討厭女人 就算超過一半以上反對墮胎的人都是女人 他們認為一定是因為我們討厭女人 所以說我們才會反對墮胎 結果搞了半天我們不是討厭女人 我們是愛女人的 我們希望男人可以變得更有責任感 我們希望可以保護家庭 保護女人 保護小孩 我完全可以理解這些左派的變態想法 因為我曾經自己也是個大左派 我是讀服裝設計的 我在服裝產業上班 我身邊的人幾乎都是女權主義的人 當時不然就是個同性戀或是變性人 當時我是個無神論者 我身邊的人全是左派 我覺得我的想法就是對的 任何反對我的想法就都是錯的 我當時也以為這個樣子是我的自由 我當時也覺得墮胎就是女人的自由 我沒有辦法想像為什麼會有人去反對墮胎 我也認為那些反對墮胎的唯一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討厭女人 想要剝奪女人的選擇權 然後呢 我就信主了 然後我就讀聖經了 我開始讀了一下這些保守派的觀點 然後一切就都改變了 一切變得很明顯 很簡單 很容易了解 嬰兒就是嬰兒 嬰兒就是人 人的生命不能被其他的人奪取 因為創造生命的不是人 所以說我們不能殺人 孩子在肚子裡的過程 只是人成長的一部分 一個受精卵給他十個月 他就會變成一個嬰兒 然後父母有義務要撫養嬰兒 沒有任何人有權利殺死嬰兒 所以說也沒有任何人有權利 可以殺死一個受精卵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套邏輯 然後這些反對墮胎的人 是最愛女人的一群人 他們尊重女人 希望女人可以得到快樂 希望女人可以得到自由 希望女人可以擁有家庭 而不是永遠跟自己的貓 或是狗過一輩子 然後恨自己 所以整個邏輯就是 左派的人完全不了解 右派的人想的是什麼 但是右派的人常常非常了解 左派的人的邏輯 所以我們每個人其實都知道支持墮胎的人的理論 他們的理論就是 有的時候 懷孕是個意外 是不小心的 那懷孕 影響男人跟女人的方式 還有程度 其實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說如果男女要平等的話 男女平權的話 女人就應該有權利來殺死這個沒人想要的嬰兒才對 這觀點從1960年代就開始 到現在還是一模一樣 所以說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想法 這個說法是從哪裡來的 並不是支持墮胎的人憎恨嬰兒 是因為他們對於生命不了解 他們對於男女不了解 他們對於自由跟責任的觀點 是錯亂的 是錯誤的 他們認不清這個樣子的事實 他們的道德可以隨便改變 所以他們才會這個樣子 就跟現在對於接種疫苗的看法也是一樣 沒有一個標準在他們的政策裡面 CDC的總裁Rachel Walensky又出現了 他說現在Fully Vaccinated 完全接種這個詞要被刪除了 未來不會再有已接種疫苗這個詞了 現在要改成up to date 跟上接種進度 And what we really are working to do is pivot the language to make sure that everybody is is as up to date with their COVID-19 vaccines as they personally could be should be based on when they got their last vaccine so importantly right now we're pivoting our language we really want to make sure people are up to date that means if you recently got your second dose you're not eligible for a booster you're up to date if you are eligible for a booster and you haven't gotten it you're not up to date and you need to get your booster in order to be up to date 大家都知道我自己個人是不想打疫苗的 然後我現在得過了新冠肺炎之後 我也不需要打疫苗了 但是打疫苗還是有好處的 就如果你接種過疫苗的話 你可以跟加南美帝旅遊公司去一趟 以色列約旦經典之旅 加南美帝旅遊公司是唯一一家旅遊公司 只做專門做聖地旅遊的 又當地的專業導遊 按照聖經的真理來去介紹 解說每一個去的景點 入住的酒店跟餐廳都是精挑細選出來的地方 環境乾淨衛生 而且有非常好的防疫措施 所以說打過疫苗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千載男朋友的機會 因為以前如果你去過以色列的話 真的就是人擠人 你要去枯牆那邊摸一下 然後塞一下你的禱告在那個牆縫裡面都很困難 現在因為以色列政府的政策 完全不需要排隊 意思就是參觀的時間變多了 排隊的時間變少了 玩樂、照相、開心的時間變得更充實 現在就打電話給加南美帝旅遊公司的 Wendy或是Pamela 11877-737-9937 參加他們4月以色列約旦經典之旅的14天的團 世界若有10分美 9分在耶路撒冷 走進以色列 聖經將活生生的呈現在你面前 螢幕上方也有所有跟他們聯絡的方式 歡迎跟他們聯絡 打電話的時候 只要說你是AI News的觀眾 就可以有特別的優惠喔 好,現在回到美國這邊 CDC對於疫苗的說法 根據剛剛放的影片 他的意思就是 現在沒有人可以說他打過疫苗 你現在只能說我跟上進度了 當你發現你的社會開始只能使用微玩語來溝通的話 英文叫做Eubomism 這個時候就是整個社會被左派綁架的時候 因為你不能把事實說出來 因為事實傷人 你不能白紙黑字的把證據顯明 因為證據代表你在批判人 你只能拐彎末角的講出一堆不太明瞭的事情 因為這樣子的說話方式無傷大雅 政治人物也常常這個樣子講話 因為他們就是一群腦殘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的人 但是現在這些CDC、NIH這些人應該是鐵口直斷 只講事實的科學家 但是現在他們被要求 科學就是拐彎末角 科學就是不要講得太清楚 因為他們已經不是科學家了 這些專家、教授、老師也已經不再是教育家了 他們也只是什麼都不知道的政治人物而已 所以現在 完全接種這個詞 經過了不斷的崩潰的數字出現之後 已經不適用了 唯一合理化他們的說法跟方法就是 改變語言 重新定義每個字的意思 就跟你現在最常聽到的氣候變遷這個詞一樣 這些科學家一開始的是全球冷化 Global Cooling 你看20年前的報告就會告訴你什麼 小冰河時期啊 結果全部都是假的 之後呢就變成了全球暖化 然後再變成了溫室效應 原本說什麼 噴殺蟲劑讓臭氧層破了一個洞 熱氣出不去 結果發現這一切也都是假的 根本就沒有這回事的時候 他們現在改成了氣候變遷 已經不說是我們人造成了大氣變冷 或者是變熱了 現在就是有任何的變化 就一定是支持他們的說法 唯一解決的方式就是放棄人民原本應該有生活的權利 把權利全部都放在他們的手上 讓他們控制你的生活 這個樣子才能救地球 他們不斷的修改這些唯婉語 的目的就是要讓你 永遠都無法up to date 跟上進度 這樣子他們才可以完全地 隨便說一個新的東西 來控制你的生活 因為對他們來說 你是個白痴 你是個笨蛋 不要聽我的 聽拜登自己說的 如果你質問他 如果你認為他執政的方向有問題 他就認為你是個 這件事是你繼續說我們知道 你還是一個事點 你會想當一個事件 你不會訪問到這件事 你會不會訪問到這件事 我會訪問不到後面 這件事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 我陷照很重要 因為有很好的内容 總統一致 全美與所有的支持者 我們會訪問到這件事 很會訪問到後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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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 全美國的經濟都掉在湊水溝裡面 石油的價格飆到一個不OK 有很多美國城市商店無法開門 無法進貨 因為置物櫃上面的全部都是空的 暴力犯罪到處都是 我們的錢在全面貶值 如果說你沒有打這個 還在實驗階段的疫苗的話 就算你跟我一樣得過新冠肺炎 撤出很高的antibody 已經免疫了 你還是跟我一樣不能正常的生活 就算你已經打過疫苗了 我們的國家還有很大一部分是關閉的 全部都是 Joe Biden造成的 這就是為什麼這位總統 在民調低到一個不行的狀態下 找了一個幾乎全美國都很愛的演員 來當他的發言人 來告訴美國 來告訴世界 目前一切正常 美國好得不得了 因為總統有永遠的光 如果只能夠有幾乎 如果只能夠有幾乎 為了 如果只能夠有幾乎 為了 如果只能夠有幾乎 為了 如果只能夠有幾乎 幾乎 幾乎 兩年最難的 我們很多人可以記住 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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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再一次 美國是家 的傭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繼續上升 沒有任何幾乎 我們被撞倒 像我們的經濟 不是回復 不回復 但是我們更加強 我們更加增幅 我們可以生產更多職業 在一個 record的情況 我們可能會將 入職三個 當中的一種人想不到 我們想不到 我們能夠說 我們 prosper 我們帶走 新車 我們進行 我們扩動 那怕當中 是漏了 Business是 booming I'm looking forward to business to continue to grow Our hands, our ingenuity, our labor Are making us stronger than we were a year ago today Yes, we are brave Brave enough to see the light And be the light we need to rebuild this country We are strong We are courageous We are resilient We are America Land of the brave We face so much this year Well, we've done what America always has done We've gotten up We've gotten up I've long said it's never been a good bet to bet against America And that's more true today than ever I've never been more optimistic about America's future There's nothing beyond our capacity if we do it together Wow,全美国好棒棒 經濟起飞 未来一切光明 OK,我们要当世界的光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出来啦 Tom Hanks在上面偷偷改了美国的本质 他上面说 America, we are the land of the brave 勇者之地 这句话原本不应该是这样说的 原本应该是 Land of the free and home of the brave 自由之地跟勇者之家 但是我们已经不能这样说了 因为在民主党的统治下 拜登的统治下 这里已经不是自由之地了 美国人必须要完全服从 帮助政府 剔除异己 这个样子才能叫做 brave 这个样子才能叫做勇者 如果还没有看出来目前民主党的方向 跟中国共产党文革时期的时候有多像的话 就请各位想一下文革时候 中国的文宣 小小一块农地 种出来多少麦子养活多少人 中国农民同心协力 种出来多大的地瓜 在党的带领下 中国感应超美 世界第一 结果呢 就是饿死了六千万个中国人 你现在只要把 说话的那个人改成Tom Hanks 你就可以知道 现在的民主党 跟中国共产党有多像 他们在这个广告上面 非常清楚的改变了美国 有史以来来形容这块土地的方式 Land of the free and palm of the brave 原因是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把自由这个字 放到刚刚那个影片里面的话 听起来会有多讽刺 任何人 就算是左派 在那个广告里面听到的话 我们是自由的 就是看看我们自己身边 为什么我们哪里都不能去 我们这么乖乖听话打疫苗 我们去哪里都出示我们的疫苗护照 我们什么都听政府的 为什么我们还是不能自由的做自己 他们讲完了之后呢 就会想 我什么都听政府的 什么都依照政府去做的 让政府管制我的一切 我怎么可能会是自由的 这个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的 为什么他们要修改 Land of the free and home of the brave 为什么他们要把自由 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提出 为什么左派的Oklahoma的立法委员 要退出他自己提出来的法案 为什么CDC的总裁要修改 Fully vaccinated的定义 改成up-to-date 为什么他们可以在我们面前 直接修改这些字 这些词的定义 原因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Joe Biden自己说的 Because to them You are just a stupid son of bitch And you shouldn't be free 真的的自由只有一个 就是遵守神的律法 以圣经的价值观跟道德观 来管理自己 持续的传福音 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 以基督的心为心 以他的眼看世界 只有创造生命的神 才会尊重生命 只有有权柄赋予人自由的神 才会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到自由 只有创造法律的神 才会遵循所有的律法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 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以神的形象 来当这个世界的眼跟光 而不是当Joe Biden 请Tom Hanks说的那个光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on 更多美国情报 请继续关注AI News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讯主播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一则 社区活动消息 疫情之下 我们是否感到无助与无力 如果我们必须要与病毒共存 你准备好了吗 你是否愿意走出来 一同回应这个世代的挑战吗 爱行动义工动员计划 由教生与众教会及正道神学院 北美GoodTV好消息电视台联合举办 为的是用行动实践爱心 以关怀见证福音 这不仅是一句口号 而会是一种持续更新的运动 你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 请一起来接受装备 参与行动吧 首先挑战者需要接受三堂基础训练课程 包含两堂线上课程与一堂实体课 全方位的理解关怀行动 所需要具备的观念 技术工具与事工配对 接下来就是实践行动的部分 透过循序渐进地参与两次 绞生大型活动 以及一次主流机构扶贫的活动后 你的实践精神值得鼓励 我们将会赠送你 爱行动的Polo Shirt与帽子 象征你是勇敢面对挑战的大能勇士 一个微小的力量被神使用后 就能成就大事 你心动了吗 你的热情被点燃了吗 现在就加入我们 一起为主 爱行动吧